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名鸡丝是印尼籍 40多岁的男性的 男性货鸡的鸡丝 4月20日自行自澳洲时 有自觉有活龙氧的情况 在当地验出COVID-19的阳性 其中两名接触者验出阳性 今日确诊 那1090是印尼籍 10多岁的男性 是该机师的同住家人 那1091为印尼籍 50多岁的男性 那是该名机师的同事 好 因为澳洲通知说 华航有一名印尼籍的 货鸡机师被验出了阳性 因此展开异调 在今天又新增了 两名的接触者的确诊 案1090和案1091 好 这个案1090呢 是一个十几岁的男性 就是澳洲这个 染疫机师的儿子 而案1091是一个 50岁的男性 是这个华航机师的同事 好 所以这个案1090 据说是没有足迹的 因为他是一个 十几岁的少年 那么可能是在家里面 上线上课程 而且因为印尼摘戒约 因此也没有出去外面吃东西 据说是没有足迹的 好 但是这个案1091 可就有足迹了 而且是包括了 这个澳洲染疫医师 包括他的儿子 跟这个案1091 在4月16号这一天的下午 都曾经去到了这里 也就是台北清真寺 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的 这个清真寺 这是一个超大型 有400多个人 一起参加的活动 好 另外这个澳洲的 这个染疫的医师 就是飞到澳洲 才被确诊的这个机师 虽然说呢 他现在不算 我们台湾的案例 但是他可是有 我们这边的足迹的 在4月19号的下午 但时间还在调查当中 他曾经到了 大园的清真寺 而大约在下午4点左右 他也去了全联的 卢竹男竹店来购物 那么全联说 他们已经是全店消毒了 希望消费者能够放心 好 但是因为 这个最当中 最让大家很担心的部分 就是因为这个超大型的活动 三个人都有去参加 有400多个人在这里聚会 而且是完全没有 实名制的联络方式 现在不知道 到底有谁去参加 或让大家都觉得 这好像问题 是不是有一点点的严重呢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雪恒 对 所以现在这个清真寺的大活动 让大家真的有点担心 会不会出现群聚感染的可能性 其实这一次的指挥中心 公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还记不记得上一次 有本土案例的时候 一直在那边讲 北部某医院 北部某医院 那这一次马上就公布 它的公共场所的活动史 那刚才指挥中心 又再公布了一些新的消息 就是大元清真寺 三个人是分开单独去参拜 那里不是有礼拜活动 而是他们自己去参拜 所以那里的风险其实比较低 可是真正比较大 高风险是4月16号的 它是有礼拜活动的 那这个室内200人 室外200人 那大家是不是全程 从头到尾都有佩戴口罩 目前不确定 那也没有相关的完整的资料 可以去做异调 完整追踪这 所有参加活动的400个人 之后的足迹 所以这边是一个空窗 我们不确定 而且有更大的问题是 因为现在其实是灾戒月 是伊斯兰教的灾戒月 那预计 我刚刚大概查了一下 好像是5月16号的时候 开灾节 那各位别忘记 如果大家很熟 移工朋友 或者有伊斯兰教信仰的人们 你会在开灾节的时候 看到台北车站的室内空间 会有大量的庆祝开灾节的 移工朋友 或是特殊有同样信仰的人们 在那边聚会 我的确觉得这样的聚会是很好的 台北市政府也鼓励 可是如果一个月前 有相关的这一个传染病的病史 然后又是在宗教场所 那你如果大家上网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在这样子的礼拜活动里面 我们先讲4月16号 礼拜活动里面 大家要保持足够多的社交距离 基本上不可能 基本上每个人中间 还要隔一到两个人的位置 基本上不可能 所以在里面有没有翻群聚 目前不是不可能 目前是不知道 没有调查到那么多人 那这一波 如果我们成功的闪过去了之后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 下一波比较大的讨论了 请问5月16号开灾节的时候 你要不要禁止公共场合聚会 你要不要禁止这些 有伊斯兰教信仰 他们已经很辛苦 度过一个月的开灾节 然后用了餐点 因为开灾节就是一个庆祝的活动 终于大家可以照正常的流程吃喝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 如果不能够举办开灾节 有没有替代方案 那如果开灾节还是要照常举办的话 那台北火车站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汇流点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大家彼此接触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的案例其实远比上一波要来的让人担心 因为他是在宗教活动场地 然后显然他们三个人其实有集体行动 那他的儿子1090也已经确诊被传染 表示这个 因为显然1090没有跟他一起上飞机嘛 所以不会是在机场里面传染 一定是在台湾传染 那对 这是我们的72天之后的第一例的本土案例 是 那所以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千万要小心 因为跟宗教场合宗教聚会相关的活动 现在不能确定是不是群聚 但如果一旦有群聚 非常难以移掉 所以接下来先要看看这两天的发展 然后再来就要决定的是这个5月16号 到底能不能够让他们再大规模的来聚会活动 会不会有风险呢 不过我们回头来看到昨天世界地球日 蔡总统和环团代表面对面来沟通 藻礁公投领事人潘中正老师呢 他当然要求第三天然气接手站要立刻停工 但没有想到他觉得自己被泼了一盆冷水 加速转开评估盘点方案 希望大家不要排斥任何方案的可能性 这样的结果对我来说 单一以藻礁这么急迫的议题来说 我个人是表示失望的 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沉重 他是觉得还不是他宣布停工的时候 过去以来呢我一直说小英是局外人 今天我还是要重复这一句话 好我们来看到三接要不要停工呢 现在看起来小英总统是直求拒绝了吗 好这个地球日的活动啊 总统接见了环团 可以看到大家大合照 潘中正老师就在这一边 那么他提出了有三大诉求 首先三接立刻停工 再来要召开公厅会 而最后希望政府能够提出符合公投主文的替代方案 好但是蔡同仲的回应却是说 还不是宣布停工的时候 三接已经是进行当中的工程了 除非有法理上的要求才能停工 而政府现在呢是加速展开评估盘点方案 希望大家不要排斥任何方案的可能性 哦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藻礁会死亡也是当中的一种可能性吗 好那么另外来看到之前啊 蔡总统曾经要写下藻礁永存了 这张照片大家都印象非常的深刻 但如今是不是真心患绝情呢 潘中正说啊总统有如局外人 如果开发完成的话啊 藻礁的世纪杀手这样的恶名 将会由总统一个人来盖瓜陈寿 那么报告总统藻礁 现在正在被三接严重的破坏中啊 如果三接完成的话 那么会被破坏超过300公顷呢 据说啊当时总统听到的时候 脸色相当的凝重 但是接下来总统府发言人就出来讲话了 他说这个潘中正呢要求三接停工 但是总统沉默不语 这样的报道不是事实 那事实到底是什么呢 潘老师也说跟总统见完面 他感觉失望沉重 而且他说政府的诚信将不会再被人民信任 但是总统府发言人又有话说 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又出来说话了 他说哎呀潘老师 如果你心胸开放的话 或许心情就不会那么沉重了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在批评潘中正心胸不开放 是心胸很狭窄的意思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预证委员 所以总统府发言人 他说沟通不是一味的坚持自己的立场 所以昨天会面看起来好像只是行李如仪吗 那么总统说三接还不到停工的时候 那是不是代表总统已经决定了 要在828的公投和民意直球对决吗 是的 这个因为我曾经带卫环回去桃园考察这个藻礁 也跟潘老师有面对面直接的接触 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位老师对这一个这种 就是生态保存的这种真的很真诚的心 那我觉得昨天潘老师会这样说总统是局外人 可能他心里还抱有一丝一毫的这个希望 还觉得说总统你就是不知道你只是被蒙蔽 他一直还希望总统只是被蒙蔽 所以不能说出停工的这样的话语 那我想他看了这个后来这个总统府发言人这些说法 说如果心胸开放尤其心情就不那么沉重了 我想潘老师应该要可以看清楚 就是当初曾经陪你一起去看这个 藻礁永存的蔡英文已经变了 他不再是那时候跟你承诺说 他一定会用他的心力来保存 他是现在是我们国家最有权力的人 他竟然可以说出现在还不是宣布停工的时候 除非有法理上的要求才能停工 事实上现在就有法理上的这个可行性 比如说那个环谈事实上说过很多次 就是要求桃园地方政府 地方或是中央都可以不要互推皮球 把这个地方化成一个自然的保育区 自然生态保护区 那在这个情况下 所有的工程都不能往下进行 就有法理上的理由可以让这个三阶停工 这是总统做得到的 而不是让现在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在互踢皮球 然后他们这个文经送过去 从103年 105年 103、105年送过去 已经这么多年都没有人 就互踢皮球没有人理他们 那我想潘老师到目前为止心里还是想说 还是要说总统是局外人 希望总统真的还可以不忘初衷 但是我想看了这些 这些总统说这个 总统府发言人 说这个什么心胸开放 要心胸开放 然后不要排斥任何方案的可行性 环团要求的就是说 在那里不要做这个东西 不要影响到这个自然生态的保育 那总统府要说的就是说 我可能本来是可能会砍你100刀 现在只剩砍你60刀 我们是有进步了 少砍40刀 我们这样就是有做到 你们要必须可以接受 不然你们的心胸就是不够开阔 我想这个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蔡英文执政以后 她曾经说过的很多话 不管是劳工是心里最软的那一块 或是所有曾经承诺过的事情 都不算是承诺 都不会实现了 大家应该要看清楚 那当然就是8月28就是呼吁大家 就真的是一场直球对决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这个潘老师心中的想法 和行政院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 好 这个是潘中正的版本 也就是说至少要再往外外推 5000公尺 也就是超过5公里 才有可能可以把大部分的藻礁 给保存下来吗 但是行政院的版本是这样子的 目前的规划是离岸742公尺 是非常近的 好 那么现在说 好 那我们要来外推 外推多远呢 大概1000到1500公尺了 好 但是这外推的距离够吗 好 那么显然潘老师认为是不够的 而其他也有环团认为说 也许也可以改考虑 另外一种可行性 叫做采用浮动式天然气 接手站的方式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距离可能就不用外推这么远了 好 那但是呢 潘老师说 因为现在呢 公投都已经进入到 那个准备要来这个 8月28号就要来这个投票的阶段了 所以说呢 那公投主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是否同意中游三阶 要迁离桃园大潭藻礁海岸及海域呢 好 显然呢 他们的诉求就叫做 直接迁离这整个海域嘛 那么另外如果是要外推的话呢 这公投的主文当中呢 也有问大家说 你是否认为应该往外平行延伸 至少5公里呢 所以呢 潘老师目前诉求很简单 就是按照公投的主文 来提出这个更改的计划方案 好 他说苏贞昌的外推方案呢 只离岸1到1.5公里 并不符合我们公投主文的内容的要求 如果未来蔡政府的基调都是如此 也就是只肯外推1.5公里的话 那就不必再沟通了 好 但是有其他的环团 是持不一样的看法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就说了 所有的方案都可以拿出来评估啊 不觉得一定要迁离 才是唯一的方案 希望呢 在公投之前 可以知道各种方案 有没有哪一种是可行的 他们不排斥不同的方案啊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雪恒 因为其实珍爱藻礁这个团体 和总统是交手过好几年了 去年福方还有一些这个沟通的平台 但是今年看起来 不断地repeat同样的话 所以这个公投现在既然已经成案了 是不是还有意义继续 和当权者见面呢 而且70万人都已经连数 要求这个三届要停工 而且要搬离大谈了 但是潘老师似乎还邀请蔡总统 4月29号要去桃园来看看藻礁 是不是环团还是期盼高层 可以更多有这个关爱的眼神吗 我觉得站在潘中正老师的角度 我们替他想的话 我觉得艳无好艳已经没有必要再见面 大家就公投决胜负 那公投决胜负的意思就是 我提出来我的想法 那你提出来你的想法 双方既没有要妥协 也没有要认同对方各退一步的话 那这没得协商啊 因为坦白说 他的总统府的发言人出来讲的完全都是话术 极其之不诚恳 什么叫做心胸开拓 什么叫做没有脸色凝重 那你拿影片出来 你公布给大家说 不好意思 这个会面两个小时里面 蔡总统一直谈笑风声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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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脸色凝重 否则怎么可以讲得这么斩钉截铁 潘中正觉得总统脸色变凝重了 那当然你就举个反例说 其实没有 你看哈哈哈哈 他一直在笑 结果你也举不出来 你只是口头在那边讲话术的话 我觉得这样不尊重一个 拥有70万连署名义的一个公投的领钱发起人 公投领钱发起人来见你 你怎么讲 何事绝不可能重启 作诚一个 我们是太上皇制度吗 直接名义 直接名义所代表的公投 都是远胜过目前的行政立法考试监察的这个体系 就是我人民都直接出来投票了 我告诉你这个议题 我要这样做 照公投法来讲 过了 就过了 你怎么可能在过之前 先跟大家讲说不可能 请问是怎么样 你觉得你要为了这个下台吗 你觉得民意如果通过了 何事要重启 你说不能重启 那就不能重启 那我们要公投法干什么 我们要公投法 你心心念念是民进党修的公投法 结果现在公投联署成功了 投都还没有投 总统可以出来讲说不可能 绝对不会重启 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宪法制度 我觉得我其实不了解 那真正的结果就是 行政院那边推出来这个条件 既然人家不接受 那没关系大家就算了 那我现在真正担心的是 潘中正老师以后 会不会又中陷阱 比如说又把你叫到一个密室 然后跟你协商 讲一讲出来之后说 他已经同意了 然后用这个方式去打退 所有医院投票的人 这个方法 以前不是没有看过 那我觉得 既然都已经公投的 联署都通过了 就等巴巴巴 大家来偷偷看 中间所有的沟通 那是执政党要沟通的 与我们的参与公投的人 或是公投联署人 是无关的 公投联署人到这边 已经善尽说服的责任 已经把所有的票出来了 这个我们就在玩21点就知道吗 牌都在桌上了 难道我现在跟庄家聊一聊 我会改掉我的牌吗 既然没有 我觉得就往下面走 等到8月28号投票 那执政党你也可以到处宣传 你也可以到处讲 你看民众可不可以接受 接受了你公投就没有问题 不接受呢 麻烦照章执行 请依法行政 依着公投法所投出来的结果 遵照人民的意志 诉诸直接名义让大家投票 看看到底到底是哪一种 才是最多数人所支持的想法 好 但是呢 我们来看到最近有一件事情 让大家其实讨论的非常多了 那就是我们的驻日代表 他到底是在帮哪一个国家说话呢 好 那么现在呢 这个赵少康也觉得很不高兴 他说怎么到现在 驻日代表还在帮日本讲话呢 他认为应该要直接召回谢长庭 立刻将他移送法办 召回谢长庭立刻办他 起诉他 告他 我们社会秩序有没有法 假讯息要送办嘛 把他送办 对不对 丢脸丢死了 你不当不闹 你还帮日本人讲话 你算什么呢 而且你是用假的讯息 不是真的 谢代表在任很长一段时间 他讲很多话 感觉上好像离台北的距离有点远 也许他应该多回来一下 多了解台湾的民意 日本政府拍板定案 福岛核电厂含有川的核庐心污染水 在两年之后就要排入海洋 好 是不是其实呢 我们的官员早就知道了呢 来看元能会主委谢小新 他说啊 两年多前就已经预料啊 这个日本政府可能会排放核废水了 但是呢 为了避免弹性疲乏 在日本正式排放之前呢 元能会不必特别召开记者会 而且日本现在是在测测风向啦 他说如果到时候会换首相啦 或是技术到位的话 日本的核废水 到底是否会排放到海洋 可能都还会有变化 好 元能会的态度是说 现在我们还不到 要开记者会的时候啊 好 但是呢 他也谈到了这个助理代表谢长廷 怎么会现在讲了很多 和百姓的认知差这么多的话呢 他说啊 谢长廷不是核能专家 才会讲这种话嘛 好 退辅会主委冯士宽说 入闻日本人说 这个寒川的废水可以喝 好 那日本人如果敢先喝的话 我给他们鼓鼓掌 如果喝完之后还活着的话 我为他们感到高兴啊 好 到底助理代表谢长廷 为什么最近好像有点犯众怒了呢 因为啊 他不断地附和日本人的说法 他跟这个麻生派狼 一个鼻孔出气啊 他说哎呀 这个水日本人说呢 西市之后是可以喝没有问题的 甚至是后来人呐原能会打脸书啊 谢长廷讲的不是事实的时候呢 他又在脸书上放话了 他说如果我们台湾的核电厂 没有排放寒川的废水入海的话 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哦 他说的确有说过 台湾核能厂的这个寒川废水 也是排附着海洋的啊 但是我就是相信我讲的是对的 而且如果我讲错了 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啊 哇 所以他到底是站在谁的立场 在帮谁说话 让大家觉得有看没有懂啊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韩冰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谢代表的意思是说 是原能会主委在公然说谎了 他是在呛我们的原能会讲的不对呢 因为之前是这个原能会主委打他一把 讲说他不专业嘛 那现在他又回向回去咯 所以到底向上庭的态度 就是代表我们台湾官方的立场吗 我跟你讲这不单单只是 跟原能会互呛去呛说 谢小新你在说谎这么简单的事情 这事情已经没有这么简单了 我们政府现在的立场 不是一直都是反对日本政府 把这个寒川废水排入海洋的吗 我们的政府立场是这样 那向您是我们的驻日大使 驻日大使要干什么 我们政府的立场 你要去跟日本政府表达我们的立场才对啊 结果你不但没有去表达这种立场 你自己来第一段你先讲说 我们台湾自己有把废水排到海洋去 你到底在说什么 其实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那个时候外交部就应该要把现场庭召回了 因为你完全违背我的政策了 你已经不试任大使了 然后结果不但没把它召回 外交部还一步说我们管不了他 他们说的不代表我们的立场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然后原能会主委出来讲 原能会主委出来讲 原能会主委至少比驻日代表专业吧 比较专业的人都已经这样讲了 向庭还加码在爆料是不是 他说什么 如果我们台湾核能厂 如果没有排放寒川废水的话 他愿意负法律责任 这不是法律责任的问题 我直接不客气地讲 赵康先生比较客气 他说什么社会秩序维护法 抱歉不是 在我看来这叫叛国罪 这是叛国耶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叛国 第一个 如果你讲的是谎话 台湾没有排放寒川废水到海洋里头 你身为驻日代表 你人都还在国外 你公然对国际社会所谎 污蔑我们的国家 原国际原始人总署 可能会来调查台湾 全世界都可能认为台湾 欺骗国际社会 我们偷偷排放背水 这不是在污蔑我们自己的国家 是什么 你身为驻日大使 你污蔑我们的国家 你不是叛国是什么 那假裳讲的是事实 我们台湾真的有排放寒川背水去 我们真的欺骗了国际社会 这是要干什么你知道 泄露国家机密 你泄露国家机密 你是大使耶 泄露国家机密 你还不是叛国啊 所以不管怎么样 泄露国家机密 都已经叛国了 我建议立刻把他抓回台湾受损 好 看起来他其实呢 真的是犯了众怒 而且他是不是有触犯 很多条的法律呢 都看来应该把他先召回 才知道是不是应该 来将他移送法办呢 好 朱日代表被原能会认证 发布了假消息 到底要不要法办呢 我们的警政署长陈嘉青怎么说 我们一块来听听看 我们现在老百姓全部都是贱民吗 不然的话你的法定规定是 社会法只限对 非官职的老百姓适用吗 你办不办吗 如果受理我们就真办 谁受理 你受理 如果有举报我们也是 如果没有举报你受不受理 我就不晓得这个事情 没有举报我就不晓得 报纸你看不见 回来说明之后 请警政署立刻用社会资讯维护法 假消息查办他 民进党说假消息关三天 先把谢阳宁关三天 包括了原能会 包括了台电都跳出来 是直接打脸谢代表 说他是放假消息 那他是不是应该要被 依照设委法来移送法办呢 警政署长看起来有点支支呜呜 老百姓有点不太懂了 难道设委法只适用一般人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世间议员 很多老百姓被查水表 结果说这个设委法难道 对我们的谢代表不适用吗 远宁这件事情大家冷静看 其实谢长廷从头到尾 有一点被妖魔化了 其实当然固然 我们站在驻日代表 你的立场就是帮台湾讲话就好 可是谢长廷是要顾及说 日本毕竟跟美国一样 跟我们台湾是很好的盟友 好朋友之间难免会有小冲突 有摩擦 那么怎么来解决 我个人的看法 我对日本提出质疑是这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你说我们排放的穿废水 我们纯粹是冷却水 跟你两年后要排放 那个是直接受核污染的废水 是截然不同的 就是说我们质疑你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乳素 不只只有穿 你不能只把它简化穿 第二点我质疑的是说 根据我的化学的了解 程度的了解 穿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 你可以加热 让它到大气层 你也可以把它再 把它氢化 做成它的同位素氢 你也可以把它灌入水泥里面 尝到很深的地表 你很多其他的选择 你为什么不做 所以很可能原论会讲了两年后 日本是不是会采行这方法 还不确定就对 那么谢唐宁这个讲法 他理论上是有根据 第一个他根据国际原子能总会 他们对日本这个排放 把它稀释一百倍 之后排到海洋 他们是肯定的 第二点我们自己国家内 清华大学原科院院长 李敏博士 他也是说 如果日本照这套程序这么稀释 是达到国际标准的七分之一的话 他可以接受 所以我认为 不把谢长廷的话 妖魔话 谢长廷毕竟 过去他讲 我们台湾命运 自己决定 他讲 这个命运共同体的这个部分 我们肯定他 那不要因为一句两句话去扭曲他 毕竟台湾跟日本的交情 还是很重要的 对他说我们排放寒川的废水到海洋 他这样不是对刚刚寒冰说的啊 他当然是泄露国家机密 还是是叛国 如果站在某个角度看 好像是这样 可是2002年 我们台湾确实有排过 51兆贝克的川废水嘛 所以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我们原来我们自己的原子能委员会 自己先查清楚 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那寒冰讲的对啦 就算我们自己有 我们也不必要讲出去 但是台湾跟日本 我们好朋友之间 总是有解决小冲突的方法 因为我们一次对外面对共同的敌人嘛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来看到这七六行者的发言人王维军 他在联署上po了文章 要代替台铁罹难者的家属来发声啊 好 泰鲁格号的这个事故 夺走他们的至亲 但是家属说难道台铁没有责任吗 好 有家属就说了 我是一个没有读很多书的人 但是我大概呢 看到了这个起诉书之后 就发现怎么被告都是营造商呢 我只知道我的儿子 是搭台铁的火车出门的 好好的人坐到了火车上 怎么就变成了尸骨不全 要去认识呢 你台铁没有把我们的家人 好好的交还给我们 要怎么跟我们来交代呢 所以台铁的公安到底在做什么呢 台铁要怎么 我们要跟你要人啊 你应该还我们一个好好的家人 台铁的责任到底在哪里 政府呢还用这个火车事故来募款 铃弹者没加发一千五百万 拜托 这个是善心人士的钱 那政府的善心在哪里呢 这一千五百万 难道是要拿来买我们亲人的命吗 所以看得出来 家属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了 最主要为什么原因呢 前两天交通部长的交接典礼上 旧人笑新人笑得更灿烂 那么林嘉隆下台负责之后 这个王国才怎么看起来笑得这么开心呢 因为他也担任过这个 包括像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次长啦 甚至他还是这个边坡一个小组的一个负责人 那么接连发生了普悠玛号 泰鲁阁号的事故 这么多人往生 难道王国才可以置身事外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雪恒 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个场面有点不大舒服 因为那天那个交通部长的这个席别会 似乎是有一点点像庆功宴 太过欢乐了一点点 这个然后还有唱歌啦 什么球鸟啦 你是我的兄弟啊 都出来了 所以家属看了是不是真的有点情何以堪呢 而泰鲁阁号的死伤非常的惨重 检方现在只起诉了营造商 有没有保全证据 未来会不会给家属一个交代 我觉得先分开来讲 第一个所谓的欢送会 就是欢欢乐乐欢送人 这点我是不同意的 欢送会其实应该是你要下台了 你该走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那就低调安安静静的走 那我们讲的更直接一点 里有并不像歌 如果你今天居住的这个地方 有丧事的 你连在附近唱歌都是不宜的 结果你们还在那个地方开开心心的交接 开开心心的请林家隆走 我真的觉得不适合 你想想看你是家属 你的亲人走了之后 结果造成这整个事件 必须负政治责任的人 开开心心的离开 这个说不过去 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 其实也让人不能理解 如果说负责 请问台铁的表现不好 交通部的次长要不要负责 他也要负责吧 那台铁局的副局长要不要负责 也要负责吧 那怎么会两个应该要负责的人升官 就这件事情说 我们觉得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 于是两个要负责的人升官 他们都参与了台铁的改革 都参与了台铁的改整个中间的过程 管理 他们也是责无旁贷 最后他们两个人升官 官场上你可以说这是必然 可是在家属的立场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让要参与 要负责任的人升官 然后我们还是要讲 家属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 很简单 运输契约我是跟台铁签的 我不是跟包商签的 我不是跟任何那个讨意外劳签的 我今天跟台铁签了运输契约 你应该要把我平平安安的 快快乐乐的送到目的地 应该活着把我送到目的地 结果你违反这个契约的时候 所有起诉的人里面 没有台铁的相关人员的时候 那对于这些家属而言 冤有头债有主啊 当然跟司机无关 他反应不过来的 可是这中间的英雄苟且怠惰 监工招标 有没有台铁要负责的 更重要的是 政府依法是有赔偿的责任的 因为台铁我们刚刚讲了 台铁要赔偿嘛 你中间有因注意而未注意 因避免而未避免 你该赔偿的 怎么会政府还没赔偿 民间的钱你就先公布要赔偿 那请问政府要负的责任在哪里 我们讲白了 上一次泰铁革号 这个大概有 上一次的普悠玛号 大概1500万 那这一次要不要赔那1500万 那你1500万再加上这1500万 是不是一起都给家属 还是家属已经拿了1500万 你就不一定要给了 我觉得对家属来讲 他一颗心也是悬在那里 我到底能够获得赔偿有多少 我要怎么运用 我能不能交得起后面的房贷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不能够苛求这些家属有抱怨 亲人离世 抱怨天经地义 好 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家属心里面质疑的是说 你是不是大事化小事化 无功勿援就没有责任了吗 好 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难道是台湾的官场文化吗 因为呢 在警界也发生了更夸张的事情 在上周五的深夜里 台北市松山分局督察组 有一名阳性教官 喝醉酒在路上 和一些黑人起了冲突 之后有欺民扼煞 竟然是清门踏户 闯进了警察局里面 大闹还砸电脑 结果呢 现在有基层的远警 布满高层疑似想要吃案 如果不是他们出来披露的话 是不是松山分局就会息事宁人了呢 凌晨时分黑衣人沿途叫嚣 狂奔追过马路 七名扼煞当街追打一人 被追的就是松山分局的技术教官 杨忠利 扼煞闯进松山分局 要杨忠利出来面对 但他早躲进寝室 派出所远警出面阻挡 收拾教官的烂摊子 但夸张的是 这七人大摇大摆 追进警局喊打喊杀 最后却统统平安离开 林志成的女儿 是不是在你的部长室 是 他女儿在 他的秘书没错 但是不会有压力 徐国勇强调公事公办 松山分局也紧急上演握手大戏 让杨忠利和当天闹事的黑衣人 相互道歉言和 但扼煞闯警局 警方明显大案小半 连署长都震怒严查 区区下属记过 恐怕难以拯救 危性大伤 寻仇冲进了警察局 这是不是有点 太过亲门踏户了 而且这条黑衣人 还写了毁过书 和这个警官握手大和解 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事件议员 所以是这个分局讲说 因为警官先呛三字经有错 那如果黑衣人都没有错的话 他们为什么要写毁过书 我觉得这事情实在非常深 不过我必须先说 松山分局长固然有责任 但是这跟他女儿无关 他女儿在部长室担任秘书 他也是经过高普考进去 父亲跟女儿感情都是最好的 大家一马归一马 该父亲的责任 我们跟他追究 过去七年前 那个在夜店门口 有黑衣黑帮人用红龙打死一位直勤的警察 当时我就跟市警局讲 我说如果红龙擦干了 如果舞照跳歌照唱的话 台北市警局大门要关上 你要立刻逮人 你一定要抓到人 原因是什么 一位警察活活被黑衣人打死 这是警察共同的耻辱 同样分局派出所 你大喇喇的黑衣人闯进去 可以倒回内部 可以在里面打人 第一点 攻击官游击市警局派出所 你是执法的第一线 你有你的威严 第二点 所有人进来来到分局 来到派出所 可能一般民众要来报案 可能犯罪的人 所有人进到分局 就是乖乖的接受调查 或者你就是报案 那么在分局 在派出所里面 就是不能出这种暴力事件 第三点 这个事情应该法办的法办 结果市警局竟然是跟他失了 什么签了和解书 对方盗窃 就可以放对方走 那我请问 以后我们小市民 大家有什么问题 出了什么事 那难道我们没有分局 没有派出所 可以去报案了吗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在台北市的 台北市已经成为 我们台湾的高潭市了 不是台南市 不是高雄市 竟然台北市 台北市第一点 因为治安 大家感觉见景率高 我们中央政府在这边 有国安局 四万五千人 两个年度 我们有最多的被害人 一年三万两千人 三万五千人 最近的这两年 所以这一点 我希望行政院具体的做 第一点 警政署是内政部 内政部警政署 你就让内政部专业来管理警察 第二点 警察的申签要根据他的功过 根据治安的情况来做调整 我希望行政院长好好放手 让内政部好好来整顿 我们警方的士气 不过这起事件有两个巧合 第一个巧合是 这警察局里面监视器画面 竟然停电了 录到了一片黑 所以如果没有画面的话 到底分局长怎么知道 这些人是不小心砸毁电脑 不小心碰到电脑的呢 另外一个巧合是 松山分局长的女儿 刚好是内政部长 徐国勇的秘书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韩冰 为什么这起事件分局长的角色 这么受到关注呢 这个监视器 台湾的监视器真的很棒 每一次到关键时刻就录不到东西 这真的是蛮厉害 你说停电 拜托 人家用手机拍 现场都亮了个半死 你告诉我说停电 是不是太奇怪 反正他们的意思是说 确实有停电 可是跳电之后 他们没有重新设定 所以没录到 那不管 我个人是不太相信这种说法 因为这整个事情看起来就很瞎 但是我觉得鲁明泽去问徐国勇那句话 我觉得更有趣 因为他说林志诚的女儿在当他的秘书 那你会不会感到压力 然后徐国勇说当然不会有压力 我觉得很奇怪 他的爸爸是分局长 他的女儿在我这边当我的秘书 秘书是我的部下 不是我长官 为什么要感觉到有压力 那为什么会有委员会认为 他觉得徐国勇会有压力 这个压力代表什么意思 难道他指的是说因为陈嘉青跟徐国勇不合 所以说徐国勇会不会感受到压力吗 我不晓得 因为我觉得鲁明泽委员 是不是要跟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有压力非常奇怪 他如果徐国勇真的觉得林志诚不好 那他觉得他女儿要被牵连掉 徐国勇把他犯了掉不就好了吗 或者把他调到别的单位就好了吗 所以他为什么要觉得有压力呢 这点我觉得很奇怪 再来我必须说 这个苏南边局这个事情 整个是离谱到一个 我跟你讲了 我就直接说了 他们一开始根本就是痴案 就是摆明了就是痴案 人家说你砸到你家来了 砸到你派出所里头来了 结果你说什么 没有 我们签那个 他一开始签的不是和解书 他签毁过书 是怎样这几个黑衣员 是你从小带大 他是你家学生 还是怎么样 他住在你家里头 先毁过书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什么东西胡说八道 然后我跟你讲 根本本来我合理怀疑 一开始什么毁过书根本就没有 他们根本就是认得的 我跟你讲如果不是认得 你平常不认得 你冲到警察局去 你看那些警察会不会把你揍一顿 那是很明显的吧 为什么这些警察都是用蓝的 从头到尾没有用打的哦 人家都已经冲到我警察局头来了 我还跟你们客客气气好好解说 你觉得可能吗 我是合理怀疑 他们基本上根本就认得 然后本来就想把这个案子 撕了就算 就被媒体爆出来之后 现在呢 说 要用毁损公务罪 抱歉 侮辱官署 这其实是毁损公务啊 这妨碍公务啊 这个中间最大了 我觉得都他是马上要去研究 这个中文派出所 还有这个苏三分局 你到底有没有吃案的问题啊 这个中间问题非常非常大 你这件案子 如果没有整个好好把它查清楚的话 以后警戒的败坏 会一发不可收拾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国民党团指控立法院 在所有在野党的党团门口 装监视器 而且还可以录音录影 唯一一个没装的是 民进党党团的办公室门口 国民党就痛逼说 立法院是要监控国会议员 搞政治真防吗 是不是国际的最大丑闻呢 民进党的党团办公室 有没有任何一支 接视录影器 民进党成绩何时 这不叫绿色恐怖 那什么才叫绿色恐怖 这不叫警察国家 什么才叫警察国家 就这样肆无忌惮的 直接将最先进的监控设备 装在在野党的门口 装在国民党的党团办公室 我们开会 我们协商 我们开记者会的门口 这个针对性还不够高吗 十日内调查理清 然后向构党团报告说明 在妥善处理前 相关公团都暂停进行 也奇怪了 为什么就只有民进党 党团办公室门口 没有这样一个监视器的画面呢 现在游锡坤院长说 要来调查理清一下 但我们要请教一下 郁珍委员 因为好像去年12月 国民党在立法院召开 党团大会的时候 好像有警察 疑似是想要来偷窥偷窥 在门口 门口听看我们讲什么 然后回报给这个 警政署那边说 我们已经开完会了 那时候我们就有人跑出来说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 而且那时候在这个 监察院人事案的攻防的时候 就是说每一个我们立法 就我们在野党委员 进出的时候都要被通报 他们都会通报说 几点谁进来到哪里 就我们好像有 就一个跟一个 把我们跟着这样子 这个真的是很离谱 尤其今天这件事情 太离谱了 这个就在国民党团的 我们党团的办公室 书记长的办公室门口 那一条是一条连线街 总共大概100公尺 我们门口只有5公尺 装了两个监视器就这样 各对同一边 就这个门口 左边一只右边一只 这条街大概有100公尺 那只有 据说有人脸辨识功能 对 不但有人脸辨识功能 还有收音效果 还有夜间视察的功能 还有红外线的功能 就是说你在那边说 两边都就这样 只对着这一段路 只对着这一段 我们的门口 书记长门口这一段 办公室前面这一段 就是专门监视我们这个在野党 看有没有匪迭走进去 你们办公室 民众党的门口也有 那个时代力量门口也有 民进党门口没有 民进党不需要被监视 那他这个 这条街的包括这个 很多媒体有时候在那边连线 所以跟媒体的讨论 或者说话 或者是党环支开会之间的 相关的都会被收音收回去 这个实在是太悲劣 我觉得这个 前一指大不在还在说 什么海底捞什么 什么监视装什么那个 我觉得这是 真的是国会版的 这个海底捞事件 这个太离谱了 堂而皇之的 用这种方式来监督 在野党的国会议员 真的是国际大臭闻 所以真的是蛮夸张的 不止 还有江起车门口被装了三只 那办公室门口被装了三只吗 都是新装的 他说是旧的 没有 都是新装的 对 那表示他们也还算是 蛮看得起 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 但是不能这个样子做 不能这个样子做 OK 现在可以这样子监督 在野党的国会议员 那以后怎么对百姓呢 是吗 他是不是布下天罗地网 只要百姓可能有做什么事情 布下天罗地网来监督百姓 所以有一些做法 最近让大家确实是觉得 好像跟往常的认知不大相同 所以最近有媒体 就做了一份最新的一个民调 结果可以发现到说 这个媒体呢 公布了一份这个民调 说蔡总统下个月执政 不是满五年了吗 那么他们就做了 13个政治人物的 声量和民调的最新调查 结果发现 蔡总统竟排到了第六名 从去年8月到今年4月 他的支持度下滑了11个百分点 而当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20到29岁的年轻人的支持度 也下降了15个百分点 甚至是民进党的认同者 对于蔡总统的满意度 都下降了有一成多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韩冰 你怎么看这一份民调数据 应该怎么样来解读 我先插一下小话 就是刚刚那个 在党团门口装监视器 这个国家如果预算 真的这么多的话 先在松山分局附近 装一些监视器 至少我们知道松山分局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民调呢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哇这个蔡英文民调大跌了 可是我看的方向刚好相反 也就是他到现在 他经历过你看莱猪事件 他断然宣布要通过莱猪 然后藻礁的事件 然后呢中间还有 这一次泰鲁阁的事件 这么多的天灾人祸 然后各种政治上的严重问题 结果他满意度还有41% 所以他满意度很高 我觉得这样怎么会算低呢 我觉得很高耶 因为你要知道 侯友宜为什么那么高 新北市有没有发生 一些事情也是有 但是至少侯友宜 在很多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的反应 他的回应 都是一般民众 还大部分民众都能接受的 所以他的满意度高 不意外 那可是你看 蔡英文总统他这一阵子 看起来他并没有做到什么 能够振奋人心 或是能够让大家觉得 不错的东西 那还能够维持 百分之41的支持度 其实我觉得这反而是 另外一个解读 我再看 就是现在真的 民营党普遍获得支持度 确实是蛮高的 也就是你看 苏贞昌都还有39% 跟蔡英文才差2% 苏贞昌最近闹了这么 沸沸扬扬扬的东西 一大堆的事情被人家爆料出来 他还是有39%的满意度 所以表示民营党 整体的支持度 大概就在30%几40%左右 其实这对 我觉得对在野党来讲 反而是一个警讯 你看国民党 除了两位六都市长 侯友宜跟卢秀芳之外 你们的党主席 这样也存在33 比蔡英文还差了8个百分点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把马英九也拿出来做比较 我也觉得蛮奇怪 然后让他掉车 我是觉得很怪异 表示现在这个格局 即使在我看来 民营党的市政并不好 很多地方都有问题 不然的话 怎么会8月28号四个公投 可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么强大的民意压力之下 民营党还是维持了一个基本盘在 所以我觉得这反而是 对在野党的一个警讯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今天内容情报 我们按赞 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最后我们要请教一下玉珍委员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最新的民调 陈时中排名高达第二有百分之六十几 最近他就被问到说是不是要参选 他说那是以后的事 所以这句话应该怎么解读 陈时中看起来参选台北市长的大事 应该是往这个趋势去走没有错 那个我看他之前 前一阵也听到很多台北的朋友都说 他有去参加很多台北市的相关的这个同乡会 所以相信他有在做准备 而且我觉得陈部长应该也有这样的兴趣 所以现在虽然说 他是说以后嘛 现在没有 但是以后嘛 所以我看大事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他的民调因为这 现在疫情还在这个期间 所以他整个曝光率各处理事情